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哲涵说 用最简单的话术讲述 米亚吉他以及乐理的那些事 我是米亚海拉 你真的理解自己口中唱的 Do Re Mi Fa So La Si Do吗 今天我们来圈和有用的音阶 其实我们在去理解音阶的时候 一定要从乐理的基础开始 也就是说乐理的基础 就是从音阶打开你这个大门的 如果说你在学习音阶的过程中 都不理解它的本质的东西的话 那么后面再学习一些 更深层次的乐理的时候 你就会蒙圈了 其实这是也断层了 那么其实我们唱的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在乐理里面它叫唱名 对吧 那么还有个叫音阶 还有个叫音名 其实也有说是音的级数 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是音的级数 那么其实我们刚开始 一定要去理解 音的级数里面的一些关系 这关系是怎么意思呢 我打个比方 比如说我弹的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一听的话 它是一个自然大调的音阶 那么其实我们还可以把它 做成什么 自然小调的音阶 那么其实有些人 自然小调就是 La Si Do Re Mi Fa So La Si Do 这样去理解 其实是最肤浅的 我们要去本质上去理解 自然大调和自然小调里面 其实一个音和音之间的 关系的排列的改变而已 比如说 想把Do Re Mi Fa So La Si Do 自然大调里的音阶改成 比如说是小调的音阶的话 只要把这个三极音 六极音和七极音 这样半音下去就可以了 这个就形成了自然小调的味道 也就是说改变了 咪音的这个音 原先的咪和发是一个半音关系 这样咪和发变成全音 它反而跟Re 是形成了半音关系 那其他两个音程关系 也是相对改变了 相对改变以后 我们听到的耳朵的音感 就不一样了 我打个简单的比方嘛 我们弹小猩猩 Do Do So So La La So Fa Fa Mi Mi Re Re Do 对吧 用自然大调去弹 对吧 这个是我们听到的 自然大调的味道 那如果说 按照刚才说的 就是把咪音 把拉音 把斯音 这样半音下去 就是弹到这三个音 我就这样半音下去 它会体现出来 不一样的音乐色彩 小猩猩这个音阶里面 就是有咪音和拉音 我们弹到这两个音的时候 这样半音下去 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种 日本歌的这种感觉 因为这样子弹的话 有点接近于 日本的音阶的一个范畴 就这样概念 所以说 音和音之间的距离 让我们感受到了 不同的音乐的色彩 这个就是我们音阶 给我们带来 阅历上的一些理解 那么当然 各个音的这个功能 或者说叫属性 其实我们一定要理解 如果这一方面不理解的话 你后面去学习 包括和弦的阅历的 你会非常的痛苦 因为你前面断层了 最简单的方式去记忆它 我们以唱名来讲吧 都是主音 是上主音 这个上主音怎么来呢 我们看 这个音阶是往上爬的 对吧 那么略音呢 在抖音的上面一个台阶 所以说叫上主音 咪音呢 叫中音 发音呢 叫下属音 缩音呢 叫属音 拉音叫下中音 这个下中音怎么来呢 其实我们去看 咪的中音是 do re mi 数了三个音 对吧 台阶往上走的 那我们看 la si do 这个高音都 do si la 这个也是下行的三度音 也就是说 从高音都往下 数三个音 变成这个拉音 那么这个呢 就记住 它是下中音 那么c音呢 是导音 那么这个记住以后 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 我们以c大调的 这个和弦的阅理里面 去理解的话 你就非常清楚了 比如说 c和弦是主和弦 对吧 一级和弦是主和弦 主音的地位 所以说呢 它是在这个c大调里面 这个和弦呢 是一个定调的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再来看 这个f和弦 称为下属和弦 对吧 因为下属和弦 为什么呢 因为f和弦的根音的话 是属于发音 是以发音带头的 我们这样理解 所以说呢 它属于下属 因为发音是下属音 那么缩音呢 它是一个属音 所以说g和弦 就是说 so si re 这个缩音是它的根音 也就是它的带头大哥吧 就要这样去理解 然后呢 它是一个属和弦的概念 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马上把 这个和弦里面的东西 完全的吃透了呢 主下属 属 原来是从音阶里面 这个属性的命名 来去替代的而已 就是这样的过程 那么还有 就是说 任何的一个调室里面的音阶呢 一级三级五级音 成为稳定音级 二级四级六级七级 成为不稳定音级 就这个概念 稳定音级和不稳定音级 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看 比如说C和弦的一级和弦 它是抖弥缩 所以说它的构成音里面 全是稳定音级 所以说 它是一个调室里面 最稳定的一个和弦 任何调室里面都是一样 一级和弦 就是一三五级来做它的和弦内音的 就这样的概念 也就是说 它这个和弦可能会去定调 比如说你是小调还是大调 这个概念 那我们来看 怎么去理解稳定音级和不稳定音级 其实我们在理解的过程中 记住一点 就是说不稳定音级 它肯定是倾向于稳定音级的 什么叫倾向呢 比如说我们再唱一个C音 很想去唱这个抖音 所以说它形成了一个倾向性 那么我们在倾向性 简单的理解的话 就是最近的倾向 比如说 这个抖音是主音 对吧 这个锐音是不稳定音级 它是倾向于抖音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弦音和发音 发音是倾向于弦音的 因为发音 它是不稳定音级 弦音是稳定音级 所以发音是倾向于弥音 对吧 那么拉音呢 拉音是倾向于缩音 C音呢 是倾向于抖音 也是主音 这样的方式去理解 你就会非常的清楚了 那么我们理解了 这个倾向性以后呢 再去理解和弦的解决的时候 如果有老师在跟你讲一串和弦 然后告诉你 这个和弦是有一个解决的 其实解决也是音的倾向性的 一种理解 就是这个概念 比如说 像我们弹的这个G和弦 要解决到这个C和弦 也就是说 我一直弹这个G和弦 老是悬在空中 那我们要把它沉下来的时候 就是要C和弦去给它解决掉 那么其实这个地方的话 也是音的解决的一个概念 G和弦的构成音是什么 在C大调里面是索 C略 那么这个三个音里面 有一个缩音是稳定音级 7音和2音呢 它是不稳定音级 那我们来看它倾向到这个抖 缩的时候就是C和弦 其实就是一个解决 因为C音是倾向于抖音 略音倾向于抖音 所以说C音和略音用这个抖音把它可以解决掉了 就是不稳定音级解决到了这个稳定音级 这个叫解决 这个就是和弦里面所谓的解决的一个思维 这是最简单的理解思维 所以说大家看 如果说你要学习阅理的话 必须从基础的开始 如果基础你没打扎实的话 后面你听不懂吧 就这个概念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希望今天的这个视频 能让你对音阶有一个更好的认识 如果大家喜欢学习阅理 看书看得不是太明白的话 我有一个完整的阅理专栏 点我头像 点专栏里面就由灵基础开始学习阅理 那个视频会让你对阅理 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今天就到这 拜拜